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的金安奖 已经陆陆续续在办理中 位于本县南云教育道工程 此次也获得交通部推荐参加比赛 同时在南投公务队 由评审老师听取做施工单位简报 县长林明珍与公务处长景玉明 也到场肯定高工局的施工品质 会中林县长成长高工局 对施工的态度及作为 他表示高工局对施工品质要求严格 值得作为县府未来各项施工表税 林县长指出 在当任立委期间 争取建设南云教育道 为确保工程品质 长期现场关心工程进度及实作情形 也看到高工局用心与努力 预祝高工局能获得好成绩 对高速公务局他们的要求非常严格 他也是可以让我们做借鉴 他们哪一个优点 他的安全测试还有对近施场所 一个要求 我就是我们时常到他们的工地去参访 去了解一下 实在高速公务局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 包括现在的救生交流道 也是我们现在正在施工 包括南投市交流道 现在已经完工了 所以在做得都相当的让我们敬佩 所以我们对这么认真的单位 所以要向各位委员的这个说明 让你们了解一下 随后评审委员一行 也驱车前往南云教育道实地访式 同时也分组进行考核评比 南云教育道位于国道3号 249k到250k附近 历经三次争取 于100年1月7号 由交通部核定 102年通过环平 并命名为南云教育道 该教育道正式的工程于 103年10月30号 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目前施工进度已达一半 预计105年3月底完工 该工程或金安奖提名 以完善的公安环境 争取最高荣誉 104年3月1日